美国川普政府在当地时间2号发布新规 限制中共党员及其直系亲属赴美旅行 这个举动无疑将进一步加剧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纽约时报报导根据两名知情人士透露 这项新的政策将中共党员及其家属的旅行签证 这场有效期限从10年缩短到一个月 预计将迎上2.7亿名到美国旅游的人士 根据了解中共党员目前大概有9200万个人 不过除了高级官员之外外界很难确认到底谁是党员 知情人士透露新的指导方针允许美国官员 针对个人签证申请以及面谈情况 以及他们对当地中共党员身份的了解来确定他的党籍 这可能代表着这项新的政策将对中国高层政界 以及商界领袖形成打击 而并不是对数百万为了在商界跟艺术等领域 获得优势而入党的较低级别党员 由于美国跟中国关系陷入低潮 美国近期不断加大面对来自中共的潜在威胁 美国执法人员近日更展开极为罕见的行动 多次突击检查中国航运企业人员的中共党员身份 综合媒体报导 截至本月11号 中原海运集团上海华镇重工公司 共有21辆轮船在美国港口停告的时候 被美国执法部门跟不明身份便依人员登船突击检查 报导表示大部分的船只在靠拨之后 有人就会立刻登床检查 可以看出美方是有备而来的 美国执法人员在行动之中 也会对中国船只进行仔细的检查跟拍照 并且查看船舶有关文件 而其中有16辆船只在10月份的25天之内被查 平均不到两天就有一艘中国船只被查处 除了搜查船只之外 美国执法部门从今年9月以来 也对中方航空公司合共16架次 赴美航班机组人员进行询问甚至盘查 其中三次被问及中共党员的身份 而对此中国外交部表示 如果美方执意对中共党员持续资绕 甚至打压迫害 中方将会考虑采取对等的反制举措 澳洲跟中国最近在贸易外交问题上面 隔空交货 甚至连澳洲总理莫尼森也参与 澳洲国会更在今天通过一项法案 授予联邦政府对与外国机构达成的协议否决权 而这个举动恐怕会让澳洲跟中国关系再次升温 综合自由时报跟联合早报 该法将允许澳洲阻止澳洲各州理事会以及机构 跟外国政府之间的任何协议 例如先前维多利亚州政府跟中国之间 在2018年签订的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 报导称这座备忘录将会引起关注 莫尼森曾经表示 被忘录削弱了联邦政府控制外交政策的能力 不过他拒绝就被忘录是否会否决而作出评论 莫尼森在首都坎培拉向媒体透露 澳洲的政策跟计划是根据澳洲的需求和利益所制定的 莫尼森强调该法并不是针对任何国家 不过分析家普遍认为该法就是针对中国 墨尔本大学亚洲研究所研究员泰勒认为 这个法案恐怕会使得中澳双方的关系紧一步而化 事实上早在今年11月初 美国之音就曾经指出 澳洲墨尔本一名华裔被指控 与中国在海外施加影响力的机构有所关联 涉嫌违反反外国干预法 这名男子因此成为第一位 被指控违反这条法律的澳洲人士 这名65岁的杨医生是大洋洲月检老华人团体联合会会长 也是墨尔本的澳华历史博物馆董事会成员 在墨尔本东南部的亚裔华人社区之中和和有名 是领袖级的人物 根据澳洲媒体报道 大洋洲月检老华人团体联合会跟中国统战部门有所关联 该组织在澳洲分支曾经参与2016年3月 墨尔本组织的游行活动 以反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法庭 关于南中国海的裁决案件 澳洲2018年通过反外国干预法 该法将意图干涉民主进程 以及向海外政府提供情报的行为定为反罪行为 虽然坎培拉表示该法不针对任何国家 不过北京对此一直强烈反对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在社群媒体上面 刊出一张讽刺澳洲军人屠杀阿富汗人漫化的风波 持续发酵 一名在广东担任电台主持人的澳洲人 因为支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又表示考虑放弃澳洲国籍 而遭到同乡辱骂叛徒 同时澳洲总理莫尼森也在微信公众号发文 强调澳洲会以透明的方式 调查是否有澳洲军人触犯的战争罪 暗指奉誉中共阻视不透明 不过自责帖文却惨遭微信删除 综合媒体报道 在广东省担任电台主持人的澳洲人 哈扎力挺赵立坚 他表示作为澳洲人 他感到非常惭愧以及抱歉 并且表示 现在澳洲跟以前相比变得完全不一样 现在我一点都不想回去 甚至想放弃我澳洲的国籍移民到其他国家 我爱的澳洲到底去哪里了 据了解哈扎出生在1990年 在广东电视广播电台担任主持人 表示自己十多年前就已经离开澳洲 在中国生活多年 今年年初疫情爆发之后 哈扎从澳洲回到广州工作 口罩上面还写着中国加油 而对于这次的发文有澳洲人怒骂哈扎是叛徒 不过也有中国网友留言 也语表示提款密码我爱中国 还有人说外国人致付代码就是我爱中国 而在此之前澳洲总理莫尼森也亲上火线回应赵立坚 继先前要求赵立坚道歉之后 他又在微信公众号发文 强调澳洲会以透明的方式调查是否有澳洲军人触犯战争罪行 暗指凤裕中共做事不透明 莫尼森也安抚在澳洲的中国人 承诺这些风波不会削弱澳洲国民 对华人社区的尊重以及称赞 也不会削弱澳洲两国人民的友谊 不过莫尼森这篇向中国人民 澳洲华人递出橄榄枝的文章 中国小本红们似乎并不领情 这则贴文也被微信以涉及使用煽动 误导违背客观事实的文字 图片视频等 捏造社会热点 扭曲历史事件 混淆公众视听为理由遭到删除 此外还有自称女性的微博博主 也创作了长达约三分钟的rap歌曲 呼吁中国人一起唱 而歌曲之中有不少对自由 人权明珠的西方价值跟信念的嘲讽 此多少粉红们也对中国人群起 进攻外国援手感到兴奋 有中国网友表示 国内媒体都装聋作哑 就让我们广大的网友们把这把货烧得再旺一点 澳中两国因为反映澳洲士兵战争最新的插话 和平之师发生的外交纠纷 还在持续发酵 原创作者吴和麒麟 日前又发表同一个主题的另一幅创作 至莫尼森 中国外交部发言能化春莹也持续借题发挥 为什么西方国家对中国外交官用这些插话大作文章感到不满 先前汉卫讽刺漫画的法国为什么现在跟澳洲站在同一盛线 根据自由亚洲电台 无核其林的电脑插话和平之师 取材至真实事件 描述澳洲士兵在阿富汗战场上把沾满鲜血的匕首 放在一位平民小孩脖子上的场景 而佩文却是 别害怕我们是给你带来和平的 画作发表之后 中国外交部发言能照例坚跟华春莹 先后利用这幅画批评澳洲政府的人权记录 并且拒绝澳洲总理莫尼森要求中国盗歉的要求 引发国际社会议论纷纷 法国、新西兰跟美国政府先后公开谴责中国方面的做法 不过对比法国先前因为讽刺穆斯林的漫画 引起鲜然大波 当时法国总统马克宏则是出面力挺讽刺漫画的权利 对于两者之间的差别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高级研究员约翰·扫什表示 画家们以创作来批评政府固然是他个人的言论自由 不过中国政府公开使用这幅画就有违反国际准则 而且用非真实的图像来论证他们的观点 既扭曲事实也不尊重澳洲 同时在中国政府用非真实图像批评澳洲的同时 由中国官方控制的社群媒体平台微信 又封锁了澳洲总理莫尼森在微信上面发表的相关言论 中国这一系列的做法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批评 不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似乎没有理解到国际社会对他们做法的不满 而自称战狼画家的乌合麒麟也不甘寂寞 继和平之时之后 乌合麒麟又在日前发表新作至莫尼森 把猫头直接指向了莫尼森 乌合麒麟的星座里面画着莫尼森跟西方媒体 试图掩盖澳洲士兵的战争罪行或者视而不见 却将矛头对准的画家自己 这种立场跟中国官方不谋而合 花春莹对这起事件的态度依旧强硬 但是乌合麒麟的星座 至莫尼森已经完全偏离事实 讽刺的是就在两天之前 中国外交政策负责人之一的杨洁篪 才在广媒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表示 在未来的外交工作之中 要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 并且积极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中国一名20岁的藏族青年扎西丁真 日前在网络上面爆红 就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华春莹就连发三条推特作为大外宣 不过藏人们对丁真效应却相对冷感 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代表达瓦财人表示 扎西丁真符合中国官方宣传的样本 恐怕包含中国主导的去西藏化的西藏乐图谋 藏族作家维瑟也质疑 扎西丁真爆红可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 综合媒体报导 中国大陆摄影师胡波20号在网络上面 传了一则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区李唐县的宣传影片 出现在片中的扎西丁真帅气的外表 以及纯真的微笑吸引许多网友关注 仅近10天扎西丁真的微博账号涌入百万粉丝 有关扎西丁真的话题月颅量达到了40亿 但是根据自由亚洲电台 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代表达瓦才能表示 从西藏人的社群媒体很少见到分享扎西丁真的影片 并且指出西藏人会觉得他很帅 不过并不能给西藏民族、宗教、文化 真正的荣耀、尊严或是职人敬佩的东西 而且将其消费成代表西藏的时候 大家心里应该不是滋味 此外达瓦才能表示 中国政府利用丁真推动旅游背后的谋测 是处心积虑的避开 折盖真正自由西藏价值的西藏宗教文化 只展示那些山川、大江、服装 迎合网友对漂亮、物质、肉欲以及名利的满足 但是西藏最主要的灵魂或说是核心 就是宗教 这是中国政府不愿意去展示的 新闻媒体操作也符合政府的想法 达瓦才能指出 中国政府主导的去西藏化的西藏乐 很巧妙的在西藏推行灭绝宗教语言文化的政策 包括丁真的西藏名字被媒体翻译为吉祥的珍珠 但是它的名字里面并没有珍珠的意思 而是跟西藏佛教里面的护法有关 藏族作家维瑟则表示 扎西丁真的故事被讲述的特别烂满 刚开始他认为可能是网路上面偶然的现象 不过后续发展让他认为 可能是一桩精心制作的网路走红事件 选择了一个非常安全的藏人形象 背后有官方的精心策划 没有新浪微博跟腾讯开绿灯 审查一下子通过 以及官方的允许不可能成为热点 另外他也认为扎西丁真的汉语说的不好 符合策划者的要求 可以掌握他要怎么表演就怎么表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